幸福相談所 包括有沈太太 也是非常甜美的人妻芽芽 還有我們的鬼才荒謬大師沈玉琳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最近剛剛演完布袋戲對不對 黃鐙輝男子漢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也帶來你的夫人琦琦 大家好 以及向來都育夫有數的小珍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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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最了解我們女人心的邱永霖 邱醫師 今天要跟大家談談的就是育夫術 這些演藝圈人士 有很多的獨家秘訣要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讓老公乖乖聽話 怎麼樣做個能夠一手掌握男人的女人 這當中是要有很厲害的撇步 所以先從小珍開始問起 你們家的阿良 你都怎麼樣好好的管教他 還有喔 你們夫妻之間 最容易因為什麼事情起口角 其實夫妻久了之後 任何什麼小事都會起口角 對啊 那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 都不要講話 冷戰喔 唉唷 沒有 那你目前為止跟他冷戰不講話 最常呢 沒有啦 沒有啦 但是冷戰有時候也是必要的 就是 所謂的冷戰就是當下大家 在有口角的時候 不要急於那時候衝動 講出一些傷人的話 大概 先冷靜分開一下 分開一下 對 就好了 來 聽說最近一次有點不愉快 是為了孩子啊 對啊 因為 其實你看她就是工作很忙 然後她又很 就是很珍惜跟小孩子相處的時間 可是她只要一跟她相處 她就會寵她 寵到什麼樣的程度 很寵欸 比如說她真的 可是家裡也不只她一個人寵 就是像我公公婆婆也很寵 她以前寵她寵到說 那時候小孩子剛學會走路的時候 她就怕她跌倒 以後腳上有疤 所以都抱著她 就是都抱著她 那妳試試看啊 看她能抱到幾歲啊 或者是讓她戴戶妻這種的 有 安全帽都有 安全帽的 有一種防撞條做成的那一種 都有 可是就沒辦法 因為他們就會心疼 比如說過馬路好 妳要把小孩抱起來 這我能理解 因為怕小孩亂跑過馬路 可是妳到百貨公司 她還是一直抱著她 抱到我後來我婆婆的腰 都有點受傷 對啊 那他們就都很寵她 就是因為 這是家裡第一個孫女 那也導致我女兒就是對她們 都是用使喚 妳知道嗎 那小朋友現在已經上學了 在學校咧 會不會欺負別的小朋友 已經開始上課了 然後呢 每次呢 我們老師 比如說 妹妹回來 她都會講說 今天哪一個同學打我 不得了 我被我老公聽到 隔天就陪她去上課 然後呢 隔天陪她去上課 就比如說 比如說我女兒回來說 昨天那個芽芽拿水桶打我 然後呢 我老公就會陪她隔天去上課 然後說老師請問你們學校 那妳老公會進去買斧頭嗎 沒有 沒有 就是 吊隔天一大堆的 對啊 然後她就問說 請問一下你們班上的芽芽是誰 老師就說 發生什麼事了嗎 沒有啦 我女兒回來 昨天說她拿水桶打她 我是建議老師 你們真的要隨時隨地盯好這個芽芽 不要讓她再打同學 可是我女兒很常會亂講話 你知道嗎 有一天她回來她就說 老師今天拿鞭子抽我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嗎 然後我老公就真的會當真 所以你們就會為了管教的問題 常常吵架 夫妻之間 會滿多小口角的這樣 因為覺得她這樣那麼寵 她是不應該的 那兩位呢 你們家的狀況呢 又經常因為什麼樣起口角 我先問芽芽 結婚一年半 目前的狀況有沒有後悔過 不會啦 不會 還是很幸福的就對了 好吃甘蔗 越吃越甜 可是妳知道 她這麼年輕這麼漂亮 妳講身材這麼火辣的女孩子 當初要嫁給妳 外界都充滿質疑 妳到底是怎麼想的 她還滿體貼的 對啊 就這樣喔 她話真的滿少的 對 妳哪裡體貼妳自己講好了 沒有啊 我的體貼真的 不是一般老公比得上的 因為工作忙碌都很忙碌 但比方說像那個 像冬天很冷的時候 我就會先把被子蓋暖 真的假的 那不熱絲絲絕就行 那是真的 因為老婆老婆 妳還去冰上抽禮魚咧 有一次她跌進水缸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怎麼把她救出來 妳司馬關 妳在幹嘛 司馬鈴 說真的啦 妳覺得妳哪裡 讓她感覺到婚後幸福快樂 冬天 女生都會手腳很冰冷對不對 那我腳就會把她 把我的腳放在她的肚子上 妳想想看 戀暖爐就是戀班二 落大的一張床裡面 她睡直了 可是慢慢變成橫的 為什麼她就把腳 就整個放在妳肚子上 妳腳真的太冷了 我們就整個睡在 我就變成收收收收到床邊一腳 有時候連床邊一腳都沒有 好可憐 為什麼連床邊一腳都沒有 因為我就收收收 旁邊還有一隻貴賓狗 妳要跟妳講 我一個人夾在貴賓狗 跟一個女人中間 一個小小的空間這樣子 所以妳辛苦了 剛剛我們還在說 妳的肚子最近有出來 原來這個肚子是有功能 用來保溫的就對了 好啦 先講好處 接下來我們講缺點 結婚這一年多 妳對玉琳哥的觀察 有沒有什麼樣的壞習慣 她都沒有改 妳最沒有辦法忍受的 她就常常講話會很大聲 不然就是笑很大聲 我都會被她嚇到 各位 婷婷婷婷婷婷 婷婷婷 妳看 沒缺點可以挑 挑到說連我講大聲也是缺點 是缺點好不好 人家個性開朗 開朗的人講話比較大聲 可是就譬如說有時候開車 可能我們在聽音樂 因為妳就是聽那種很抒情的 可能有時候自己想到什麼 然後就大笑 因為我是屬於會無故發笑的人 因為有在開車 不然就講電話很大聲 我突然想起 比方說昨天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就突然 真的 我都被嚇到了 震撥很大 也會出車禍 真的 然後她就突然緊急殺人 這樣子 那這個確實是一個問題 要改 要改 那還有沒有別的 比方說她現在還喜歡去應酬 去酒店嗎 應酬 酒店 當然就是偶爾會去 這一點妳可以接受了嗎 以前妳好像是不太習慣 她是都會帶我去 從以前到現在都會帶我去 可是結婚之前 她就帶妳去嘛 然後安排靈眼說 妳看看人家多震驚 對 然後裙子那天都穿特別長 對不對 他們都穿道袍 我們還在妳共修 喝酒共修這樣子 帶妳去妳就覺得放心了 沒有 結婚之前 她都會跟旁邊的女生聊天 我就問她說 為什麼都要跟她們聊天 聊那麼開心 她就說 這樣人家才會覺得 是進那個地主之遺 她們用這種爛道理跟我講 然後我後來她幾次之後 我就跟她說好 沒關係 然後就換我跟她的客 就是 什麼我的客人 老闆 老闆 那妳跟旁邊的少爺聊天 也不是少爺 就是她朋友 男生 男性友人跟她聊天 對 然後我就 她也會訪問我說 為什麼要跟她聊天 我說沒有 我也是在應酬 不錯 她這個是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因為我要讓她感受說 妳跟別人聊天 我是什麼心情 而且妳聊的對象是 根本就沒必要的 那妳覺得咧 妳嚇到嗎 就比方說燈會我們一起去酒店 因為朋友邀約 或者是有人要應酬這樣子 她的意思是說 因為旁邊走出來會有妹 那因為妳不跟妹聊天 妳會讓那個主人很沒面子 可是妳聊天 是那種續航不暖 妳是聊得很開心那一種 妳是這種 對啊 逗別的女生開心 那種應該是多少錢 還不錯 我說多少錢 我說How much 人家那個主人花那麼多錢 因為酒店買單 動輒七八萬十幾萬 那妳如果不跟旁邊的女生聊天 妳就這樣子 真金八百的坐著 人家會覺得說妳是不爽 還是這間店妳不喜歡 還是那個小姐那個很醜等等的 所以我是為了 我說為了讓主人 還是她跟別的女生聊天 那我坐在旁邊 作何感想 妳可以加入來一起聊 沒有我在想 妳一定聽到一大堆的英文 自己以為她在學英文 其實她都在問 妳是喔 還是她還是她 對不對 一直在打量人家的身材吧 後來不管 因為以老婆的想法為主 我就 不是 聊天可以聊 可是妳要顧一下老婆 好 後來為了這件事情 妳們怎麼樣取得更多 誰 她在消失那一個鐘頭 當然有去哪 白語沒那麼快好不好 沒有 妳怎麼會知道她沒有那麼快 她真硬 她是誰啦 天秤 天秤